国民党花联县党部3号上午举行了感恩茶会 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新北市长侯友宜 立法院国民党团总招福昆奇、立伟、郑天才 还有花联县党徐正伟等人都亲自出席 向花联的党员同志相请感谢 朱立伦表示说以后国民党54位立伟都要做县市长最大后盾 未来团结的国民党会扮演制和民进党成为公开透明的国会监督力量 2024年总统立伟选举结果出炉 虽然民进党赖萧佩胜选 但蓝色大本营花联仍是以国民党侯兆配 以87953票大胜 国民党花联县党部3号上午在县党部二楼会议室举办了感恩茶会 侯友宜感谢花联选民在总统选举支持他 鞠躬道歉没能够成功让政党轮替 而选举期间承诺争取的重要政策 未来都要寄托立法委员团结兑现 没有办法完成大家的行业 我要在这里再度的给大家升职的地方 对大家说一声抱歉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包括官方休闲产业 入客的到来 包括很多人意义 不能办理 所以刚刚订阅主任说的 都经出经济经费以外 更重要要把后山带动繁荣能够兑现 我曾经说过的话 也是两位本员练着在一起的话 我们也曾经说过 今天跨年县决定不是两个例子 跨年县是54个例子 所以54个例子就要环节 对跨年县来打拼 来完成我当时的承诺 朱立伦则与众心肠表示 选举期间有太多的困难以及委屈 侯友宜都停下来 侯市长们努力差一点政党轮替 但索性最终拿下了国会最大党 未来团结的国民党 也将扮演制衡民进党 用最有监督力量的新国会 让民生法案要迅速的来通过 接下来我们要推动 就是一个真正的能够达到监督制衡 公开扣民 而且是现代化国会的力量 国会的改革 每一个案子都要推动 一定要加快速度 就能够让他能够好不好 好 接下来韩国瑜院长已经也宣示了 我们就是要推国会呗 然后我们总招就要带领我们的团队 再打下国会改革 让我们的国会成为最有监督力量 最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中华民党国会 好不好 好 立法院国民党团总招傅昆琪表示 国民党将在国会全力协助花东建设 而且周一要跟行政院谈判 要把过去中央亏欠花东的都讨回来 希望花莲相亲做他的后盾 没有产业就是没有交通 如果能够适逢发达 花莲人就不用留意到西部局长的工作 花莲人的家庭要能够团圆 就是我们所有亏欠花东人的 我们要一一的把他讨回来 跟其昨天就应要部长 到办公室来报告 礼拜一要跟行政院来谈谈 所有和地方的建设 一定要跟我们要清楚地交代 最后参与活动的长官及贵宾们 也在过年前夕互道恭喜并合影 政策察会在温馨且热闹 以及浓浓的过年气氛下 圆满胜利成功 记者刘明胜花莲室采访报道